这一个啦 这一个是使用你的网络摄影机 所以如果你有网络摄影机 或者是你有那个 食物投影机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 把那个视窗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做教学示范 或是说我们在改作业 就是纸笔的方式改作业给学生看 或者是一些操作的东西 美劳的操作 就可以使用你的食物投影机 或者你电脑的投影机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处理 然后这一个是迁入YouTube的影片 所以直接点了它 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搜寻影片 去做迁入 需要把那个影片 放在你的教材的某个地方 让学生去看这样 看完了才来回答问题 做翻转教学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视窗的方式 把它迁入在你的讲义里面 迁入在你的讲义里面 那这些细部的操作应该很简单 那这里面的搜寻 就是这个YouTube迁入的部分呢 它会自动把那个广告给去掉 所以这里面进来的影片是不会有广告的 所以方便老师做教学的使用 这是它的一个蛮好的好处的地方 然后另外这一个图片呢 它也是直接在搜寻你要的图片 然后跟刚刚一样 反正这个MyViewBoard里面的搜寻 它里面的图片都是经过授权的 都是经过他们搜寻 那个可以拿来创作 可以拿来用的那种授权的资料 所以你的直接放在你的讲义上是没问题的 而且可以公开 就可以直接拉出来这样 那所以这是另外这三个部分 那其他里面最重要的功能呢 其实是后面这几个 好来这个叫做线上小工具 然后这个线上小工具其实是动画 它有做了一些动画 所以你点了这个部分之后 它会给你两个资料夹 一个是教育类的 一个是其他的部分 那你可以按照你的分类点进去 它这边就是一些小动画 比如说我在教动物 那我点进去动物类的 那我这边拉出来的动画 是有带动作跟声音的 所以比如说我拉一只狮子出来 那小朋友去在上课操作 他来这个黑板上操作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点这个地步 狮子就会叫给你听 你就可以听到声音 然后他会有 就都会有两个按钮 所以会有不同的动作 那所以他有内建的这些动画 你就可以有一些动画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小动画 这是小动画 我刚才看到他 我没说了 那么韩国 我们 Eva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